上指歌为武之志 传美好和平之音 2018发展中国家少林武术培训班 学习维育 天下功夫出少林 河南是中国武术之乡 因着河南特有的武术文化资源 商务部员外培训武术项目 就根植于黄河之丁的河南工业大学 2018发展中国家少林武术培训班 是由国家商务部举办 河南工业大学承办的 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培训校 本届少林武术培训班的54名学员 分别来自欧洲 亚洲 非洲 北美洲 四个大洲的13个国家 学员们在郑州进行了为期120天的少林武术的学习 7月2日下午 少林武术开班典礼在河南工业大学隆重举行 河南省商务厅 教育厅 万事桥物办公室 以及郑州武术学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 出席了开班典礼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陈富生致辞欢迎 河南省商务厅 教育厅领导分别做了发言 一 培训课程 在此前五期少林武术员外培训班的基础上 为使培训班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节奏更加科学合理 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员学习到少林武术的精华套路 全面感知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 我想经济协调业内名师名家们齐进一口 出谋划策 集思广义 反顾论证 精心设计了少林武术班的培训方案 从武术爱好者 运动员 教练员 三个层次 要求编排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涵盖了少林传统套路功能 普手套路 实战演练 以及长短兵器 内容包括武术基本功 少林七星拳 少林手柜 少林散打搏击实践 大龙拳 少林刀 以及少林枪 开班典礼之后 少林武术班一奔赴中脚下游 天下第一武馆之称的塔弓武术 开始了少林武术基本功的第一课 接着又奔赴少林武功团培训基地 进行了六中的少林拳法 棍树 以及三党搏击的训练 培训班还请来了著名拳师杨继红 和多次获得全国少林拳比赛冠军的赵长安老师 对学员们进行少林大红拳和少林刀的传授 在河南工业大学 我叫体育学院专业老师 带领学员学习了少林枪兽的演练 在培训过程中 教练们认真教学 科学师训 每个动作都亲身示范并耐心讲解 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又注重实际运用 为了提高培训质量 学校还建立了考核评审制度 根据学员的日常表现和考核表现 对学员的水平进行记录 从而有针对性的帮助学员们学习提高 学员们对于河南工业大学 以及各位老师教练的心情付出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们刻苦训练 争当彪兵 不仅学到了原汁原味的少林功夫 而且与老师同学们建立了浓厚的勇 二 专题讲座与汉语教学 为了从理论层面 深化学员对于少林武术的认知 我们还为学员们安排了一系列 别开生命的讲座 内容覆盖了少林武术的体源和发展 少林拳套路解析 少林枪棍套路解析 少林武术的竞赛与表演等 讲座内容设置精巧 学员们在愉快的气氛中 声明提倾地 领略了中国武术文化的 博大听声 圆域远流场 此外 培训班专门为学员 开设了汉语课 通过学体 学员们的汉语水语 得到了原重语识 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少林武术 中国文化的理解 三 文化交流与比赛实践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 在实践层面上 极大的推动了学员们的学习 在塔格舞校和武僧团训练期间 学员们观看了少林高手的展演 并大展身手 展示了学习的清精拳 精彩的表演 迎来了文明般的掌声 赴西安交流期间 学员们还到陕西省体育训练中心 与当地武术界民事专家和专业训动员 交流学习 增长现实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少林武术节 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 二千二百一十二名运动员 参加了比赛 之前 老师们针对学员参赛项目和段位考核 进行了专人专训 确保学员们能够出色发挥 功夫不复有些人 少林班学员在比赛中不复众望 大展丰采 少林班复复得二十二级 四十四级 四十八桶 一个集体一等奖 两个集体二等奖 参加集体三等奖 十人在少林段位考核中 获得五段 十三人获得四段 二十九人获得三段 一人获得二段 以自己的心情耕耘 换来了零一美受过 四 多彩生活 为了丰富学员们的客举生活 学校安排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体验 让学员们走出校门 轻自聆听 感受中国之美 七月九日 学员们新高采烈地参观了武学圣灵 少林寺 在导游的解说下 认真听起来少林寺的历史 临近里感受了 藏中古语的竹特魅力 在培训后期 学员们来到了中国四大古族之一 有着世界历史名城之称的西安 参观了举世瞩目的骑士黄冰网友 并追上古城墙 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文化的古风古月 还参观了文明侠儿的回忆街 感受我国灿烂的多名族文化风情 在惊叹之余 过节感受了中国的人文之美 自然之美 还放松的身心 进一步接受了中国历史的军投 感受了华晓武千年文明的厚重体育 内心的喜悦一眼表 大美中国成为大江内心 最真诚的呼声 此外 达摩洞游览汉规 篮球友谊赛 足球友谊赛 市区购物 却为运作会 华都威权度假小镇 每一次活动 都见证了学员们喜悦的笑脸 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回首往事 少林般的每一位学员 都成长了很多 挥洒的汗水 终将成为走向中央之路的电击石 故复的心脑 终将成为通往强大的DG 相信在半年的学习中 无论是少林工作的锻炼 还是中外文化的交流 每一位学员都收获了自己的那一份成果 祝愿少林班学员 在回国后的日子里 能将指歌唯武的武术精神 传扬的更旺 成为少林武术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把在中国学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愿我们长江夜 互相忘 10月26日下午 由国家商务部主办河南工业大学承办的 2018年发展出国家少林武术培训团结业典礼 在河南工业大学体育团举行 商务部国际商务会员研究学院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工业大学 郑州市武术协会等相关单位的领导 以及登峰塔州武校 少林武僧团 陈家沟太极拳研究院 河南正道太极拳馆代表 出席结业典礼 伯利维亚武协主席 与阿根提武协主席 作为少林国家代表 出席了典礼 结业典礼 由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 刘虎世主持 梁氏培训学院筹建办副主任 裴绍峰 首先代表承认单位 对学员四个月来 在中国的学词生活 做了回顾 国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毛延平 代表学校志词 对各位学员 圆满完成学业 养事重拓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 严修学院 联络办主任哈渝 叫培训班学员 介绍了我国 远外人力资源培训的基本情况 并向在过去四个月里 客户训练 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各国学员 表示重拓 希望各位学员 把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 带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来自 拉脱威亚安德鲁吉斯 阿普洛克斯先生 代表少年武术培训班全体学员 致自打进 达瓦先生为学员代表讲话翻译 展示了一百二十天来中文水平 不非猛进的铁刀 最后 郑州市武术协会领导 代表郑州市铁局和武术协会 宣出了感觉性 对我校长期以来 在中文武术国际推广中 做出的贡献 给予了肯定 玻利维亚外交部长 武协主席费尔南都 瓦纳库尼 马马尼先生 代表玻利维亚武术协会 对我校在发展中国家 人外国际局做出的贡献 和取得的成立 表示感谢和助力 并对通过更广泛的交流活动 进一步促进中国友谊 进行的展望 各位领导向来华学员 颁发了培训结业证书和纪念品 最后培训班进行了结业汇报表演 深着中国传统武术服装的 少林武术培训班 做了少林武术基本功 少林八段节 少林震神棍 少林音质工 少林七星拳 将培训以来所学的武术技场 展现的引力技职 至此 二零八年发展中国家少林武术排序班 人马落下帷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届主格、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